这个男孩得了一种怪病 体温高达上百度 妈妈只是亲了他一口 嘴唇就被烫出了一圈大水泡 因此妹妹经常嘲笑他似的怪胎 结果男孩在生气时 竟直接把被子给点着了 母亲为了保住房子 在家里放满了灭火器 据他爸爸说 男孩小时候就不正常 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他碰了 立刻就会着火 家里面他摸过的玩具 全部都会被烧焦 母亲在抱他时 必须要戴上房烫伤的手套 这天老王想出了一个办法 打算用冰淇淋给他降降温 但没想到刚接过来 冰淇淋就化没了 雪糕也是一样 因此每天都会受到其他孩子的嘲笑 没人愿意跟他一块玩耍 慢慢的男孩就变坏了 趁妹妹在睡着后 把他心烫的头发给拉直 偷偷用手指点燃别人的烟花 更神奇的是 随着男孩长大 他体内的温度也逐渐攀升 父母怕他烧坏了脑子 于是每天都会用冰块给他降温 期间带他去看了很多医生 结果走到哪烧到哪 直到男孩长大后 家里人帮他相亲 父亲把这个事告诉了对方 他们非但不怕 还笑出了猪叫 只见男人拿起一个遥控器 打开了家里的空调 然后女人拿来了男孩从没吃过的冰棍 他赶紧拒绝 不过最后女人还是强塞给他一根 男孩瞬间惊掉了下巴 因为这次竟然没有化掉 一旁的妹妹和父母都惊得张大了嘴 之后男孩陶醉地咬了一口 飞机头瞬间变了颜色 女孩立刻被迷得神魂颠倒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 这其实是一则广告 那么你们知道这是在卖什么吗 不妨猜一猜吧